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紅厚的男中音 臉圓碌碌,笑到見牙不見眼 喉嚨沒有完全打開,氣息就下回去 再穿件襯衫,介紹專業的聲樂知識 大家是否都感覺到一種熟悉的威嚴呢 他是劉克青,是著名的男中音 自去年9月開始,在抖音教人唱聲樂 但近日就被封號 原因是他的頭像被人實名舉報違規,需要重新審核 他還說這次已經是第三次因為形象違規而被封號 他可能就是有人誤會 他可能不輕地以為我誤用了這個 可能是其他人的照片 可能是舉報了以後就說這個頭像不應該用 他們就跟我說是不能用這個 所以我就覺得可能是誤會 我就跟他們解釋了,已經沒事了 就是我換了幾個另外的照片就可以了 不過究竟他張照片是像誰而搞到要下架呢 他自己都不肯說 而為了避免再被封號 他現在已經換了這張表演照做頭像 劉克青曾經主演五十多部歌劇 自89年開始雷居歐洲 近年在德國柏林住 但就算身處海外,他都仍然心是祖國 一月底更加作曲為武漢加油 我們身在海外,但深深眷戀著我們自己的祖國 我們隨時都為了祖國可以獻出我們所有的力量 除了自彈自唱之外 他還找來世界三大南高音之一的卡雷拉斯 一起為武漢加油 又不是色情又不是暴力形象 有甚麼有規規 抖音就不止規管你剛剛講的這些 根據最新規定是不可以涉及國家領導人 宗教、社會負面事件和整股惡搞等等的內容 究竟他觸及到哪些規定 大家自己想想 節目時間夠,待會有其他新聞 拜拜